說到電磁波大家都聞之色變 為了讓大家更了解也認識電磁波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辦理的座談會 在寶桑國小舉行 由教授親自說明電磁波的存在 以及正確觀念 一般民眾為什麼會害怕這樣子的一個輻射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學理上學名上 有時候我們把它稱電磁波叫做非油離輻射 只要聽到輻射兩個字就會產生影響 就會產生像是核能的那樣子的一個標誌 搞不好上面還有一個骷髏頭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最主要這些電磁波非油離輻射部分 一般我們是看不見、聽不到、摸不著、聞不到、感受不到 我們對這些沒有辦法感受的事物 似乎人們都是非常持有這種疑慮的這樣子的一個心態 因為目前 國內行動電話的基地台非常的多 民眾對電磁波的相關知識 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們NCC 為了讓我們的民眾對電磁波有更深一層的正確認識 所以我們在全國舉辦了15場的教育研習會 還有三場的研討會 我們台東這邊總共有三場 希望透過數值的測驗以及正確觀念的引導 讓大家不必這麼恐慌 更了解行動通訊以及家中電磁波的概念 東台宣言部溫格的採訪報導